好 吉祥爬爬購的時間 實力今天在彰化 帶我們一起來吃葡萄 實力早安 哈囉 加入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啦 今天的實力吉祥爬爬購 帶大家來到我們彰化的普新鄉 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在浪漫的葡萄果園 說實在 現在葡萄結石磊磊 冬天有葡萄 你看我坐這鐵鍋槍 在這個葡萄果園 超好玩的 還有皮膚有一點痛 這一片果園的主人是誰呢 我們要趕快請到後面的這位嘉石 麥比亞 麥比亞 哈囉 小禮 早 胡志豪 這個也是我們台灣百大 青龍 對… 你看看 葡萄王子 說起來就是他 我看到你的葡萄 剛剛天還暗 這個葡萄會不會太過分了 這果粉啊 這麼厚 果粉越厚就代表這個葡萄 管理得越健康 越好吃 越香甜 對 聽說葡萄 還有整個環境要越健康 才會有越厚的果粉 而且你知道嗎 老實力 英國有告訴我 我不會吃 你背後不吃像爬爬狗之前 你知道那果粉 我以為是農藥耶 我就拚命搓 拚命搓 拚命 要把它搓掉 結果才知道這個是最健康的 最好的 對啊 說實在 今年我看果況不錯耶 對啊 要吃普新的葡萄有多好吃 有什麼特色 我們當然要請到農民 大家好好朋友 我們的張總幹事 大家好 總幹事好 我們普新農會總幹事 你看我們的葡萄有夠漂亮的水 今年葡萄 聽說冬季的葡萄都比較少 對啊 我們普通的葡萄分量兩季嘛 夏季跟冬季 對 夏季的話比較多 而且果粒也比較大 對 冬季呢 所以就是果粒比較小 比較小 但是一樣好吃 而且 那個志豪有跟我講 說其實冬天的葡萄 其實它最大的特色 很香的 所以我們在吃的時候 就會覺得那個口感有沒有 就超濃郁的 說到這裡 你看這罐有水 等一下 你沒有洗的 這不用洗啦 連吃葡萄 很不用洗啦 吃葡萄 你這個不用洗 因為你這個都套袋 真的是這樣吃嗎 對 我就套袋的 真的這樣吃嘛 總共自己吃給我看 真的喔 你敢吃 我敢吃 我敢吃 大家真的都要吃 聽說我們在地的要怎麼吃 說這樣直接整盤吃 用狠的 好甜喔 你這個有幾度 目前都是 我們是18度就滿分了 現在這個都19 20度的 18度就滿分 對啊 總共是 聽說 我們彰化 章話說 我們市面上吃的葡萄 兩顆就有一顆葡萄 來自彰化 對啊 尤其補新的葡萄 說實在可能呢 各位觀眾朋友 比較沒有印象 你一定要好好的更告訴大家 聽說我們出去比賽 都給我們掛錢幾名了 我們補新的葡萄 在去年 去年 那是戰彰化比賽 得到第一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全部都你拿走 全部都是我們 你這樣不行啊 你這樣不行啊 你這樣 都給全國拿掉了 拿去拿去拿一下 所以補新的葡萄 雖然說 可能大家比較不知道 但是其實呢 在整個評鑑比賽當中 都是常勝軍啊 尤其呢 你看這個果粉超濃厚的 另外呢 要吃葡萄 你看看其實呢 葡萄對大家都不陌生 可是呢 做成糕點 我們補新也有喔 來... 我們旁邊的美女 哇塞 你看 你今天做了這麼多啊 你今天帶來的有什麼 我們剛剛有介紹到葡萄麵包 對不對 對 你的好朋友做的 另外這個金線上的話 這個是 也是葡萄乾的棒蛋糕 跟葡萄塔 都是我們在地的 普新甜點店 米宋坊製作 讓我們果實手作坊的話 是可以推薦我們的鬆餅 好 另外呢 其實啊 說實在的這棒蛋糕啊 來...總幹事理一下 我們大部分啊 這裡有聽說 鮮食啊 這樣的鮮果啊 就已經功不應求了 可是呢 做成棒蛋糕 做成鬆餅 另外你看看 還有我們早餐的這個是 吃坑 吃坑啊 這個也是你昨天做的 特地為我們做的 其實真的 其實葡萄乾的運用啊 是 可以說呢 在烘焙啊 在糕點上面 都非常的好吃 尤其又營養 我們的那個 聽說啊 志豪 我們在鋪得營養分啊 果酸還有甘寧酸很高 對不對 對 尤其是花青樹 對 花青樹 所以大家要記得喔 果皮千萬元 不要吐對不對 不用吐 完全不用吐 我都把它吃下去 對啊 以前我吃葡萄都吐皮耶 現在大家要流行就是 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 而且你看這個果園的管理 真的很重要 並不是所有的葡萄 你都可以帶皮吃 對不對 總幹事 對 一定要有認證過的 普通是以前是用吉言譜 現在都用產銷履歷 這種標章是代表我們葡萄 還有正確的使用方法 然後是安心 才是安全的 而且你看怎麼安全 你看 志豪啊 人家放風箏 都是在戶外放風箏 你幹嘛在果園放風箏 小鳥會太好吃了 小鳥都一直要來吃 是喔 就是在嚇小鳥的 所以你的風箏 不是拿來玩的喔 不是… 所以你的風箏 其實是來嚇小鳥 對 嚇小鳥的 為了就是讓大家都能夠吃到 最好的葡萄 剛剛你不是說要來測甜度給 剛剛測過了喔 對… 剛剛有沒有測 剛剛有測五度 我們都有幾乎幾度 大概都19到20度左右 待會兒我們再測一次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普新的葡萄 那麼當然囉 如果說要來吃我們這個葡萄的青食料理 其實像是景平的餐廳也都有得吃 來到了普新 說實在 現在我們的普新鄉都推廣 就是希望能夠輕旅行對不對 對… 我們聽說我們還有田園饗宴嗎 對… 每年都有辦 對… 而且你除了來普新鄉 還可以來採葡萄 對… 吃葡萄 而且呢 還可以感受到這美美的田園風光 好啦…當然囉 蘇莉要來報氣象 早說要來普新鄉的時候 要記得天氣好不好很重要 來…我們趕快來看看囉 今天蘇莉要告訴大家 重要的節氣 因為明天禮拜六喔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小韓到了 到了小韓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已經是冬天倒數第二個節氣囉 這個時候天氣有寒 剛說完全都沒寒 有一點也沒正常喔 可是呢 在台灣天氣是冷的還不到最冷 因為後面還有一個大寒 那麼小韓大冷人馬安 要寒就要寒 剛說也沒寒 你的普通就好嗎 不甜不香 不甜不香喔 對 所以冬天的葡萄 衛生日特別香 就是因為要有冷空氣 對 也是要有東北季風 所以我們看到了 天氣上來說 我們可以發現 整個衛星雲圖 你可以發現 這幾天受到 這東北季風的影響 尤其再加上這南方的水氣 整個呢 全台各地或多或少都下雨 尤其宜蘭的雨是超級多的 這幾天幾乎每天都是 超過200毫米在下 還好這些南方的水氣呢 其實已經逐漸遠離了 因此呢 今天整個下雨的部分 包括了基隆北海岸 包括了像是宜蘭 現在呢 都剩下局部的短暫雨 氣象局已經把呢 豪雨特報都解除了 那麼今天來說 西半部地區 其實陽光都會露臉 但是呢 青城啊 就是有霧 從整個台中到嘉義 一直到呢 高雄都有霧的現象 尤其呢 台中啊 到嘉義 目前呢 建度大概只有1600公尺啊 不怪啊 今天啊 那天都沒什麼露 對啊 最主要就是有霧啊 不過呢 再晚一點的時候 陽光就會露臉的 那麼東半部 其實今天呢 有雨但是也都變得 比較局部性了 從雨區預報 我們還是提醒大家 雖然呢 水氣已經逐漸遠離了 但是呢 像迎風面的金龍北海岸 大台北山區到宜蘭 今天還是會有一些短暫雨 那麼其他地方的雨呢 大部分都已經緩和停歇 花蓮台東也變得比較 零零清新 那麼另外呢 未來這幾天的天氣 淑莉要特別提醒您哦 一定要好好把握 今天到明天白天的空島 因為呢 如果你沒有好好把握的話 未來這四天 我們可以看到 北部地區從禮拜天啊 又要下雨了 最主要就是因為 封面通過再加上 東北季風增強 而且呢 這兩天啊 北部地區的高溫 也都可以回升到 24到26度 但是禮拜天下雨濕涼 又要變成 19度的高溫了 所以大家無論如何 這兩天好好把握呦 那麼至於呢 中部地區的話 影響比較小 所以未來這幾天 其實都是陽光普照的天氣 不過呢 我們總幹事 要讓我們的中部像彰化 日夜溫差滿大的 很大 很大 最近 最近喔 早上晚上也是涼涼的涼涼 對不對 所以大家要注意喔 雖然接下來天氣好啊 但是日夜溫差都滿大的 幾乎都有10度以上的溫差 那麼至於南部地區啊 真的沒有感覺到 什麼叫小寒跟大寒 哈哈哈哈 那不然鄉親哥穿天氣 哇 未來這幾天呢 每天都會很晴朗 那麼呢 要特別提醒注意囉 高溫的部分 白天都有29度 甚至30度的高溫 但是早上18、9度 其實沒有1點的涼喔 東半部因為適應封面 所以當然還是有雨 只不過呢 今天明天啊 雨比較少 所以大家也要好好把握 禮拜天呢 這封面通過東北氣風增強 東半部的雨 又要再度明顯起來 那麼另外呢 還要提醒就是 雖然呢 這個中南部地區啊 天氣好 但是呢 空氣品質不太好喔 尤其高坪地區 這兩天空氣品質 還是要多注意 無論如何呢 趁著這個好天氣啊 欸 今天呢 我們來介紹 我們的父親的葡萄對不對 對 今天你知道 原來吧 這麼葡萄 不吐葡萄皮的啊 而且呢 這果粉大家要在喔 天蠻五湯碎喔 讓我們呢 在這個週休假期 在這個冬季 一起來享受 我們哪裡的葡萄 風氣的葡萄 讚 再把時間交給加入啦